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痛快, 别说 Judi 嗨!这是 sa se Beijo desp 有意思 给大家好问的是,我们首先讲他是大姐的 表演的一个 deed 那主要呢,这为ente scrip 或制作人都是 rob 一事 家中卓李就是师ail的老师和学生 历孟冲是老师是导演 也是编剧嘛 是 孟聰好 主持人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一個是製作人冠宇 是好 大家好 冠宇是陸江國中 是 他是教國文 孟聰是仁愛國中 也是教國文 是 我倆是長二 你倆是長二 是 這個國文老師講文生意嘛 就是教中文嘛 是 現在講的華裔 現在講的華裔嘛 是 但是我們今天訪問你是因為 你有這個作品 或者大意 意是疫情的意 這個國書是由 法國那個卡妙的術意 這個結束下來 改變來 而且是由順代儀來表演 是 全部都是順代儀 兩點鐘全部都說代儀 所以改編故事也是一個難度 是 要讓人愛國中的學生說代儀 應該也不容易 全程代儀 台北是 我們所有的天龍國的地段的小孩 要聽聽懂台語 而且接受台語 那也是一個過程 因為演戲的又說 是 那是一個考驗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事情 是 我們都知道我們大家經過一段三年過的疫情的時間 所以台灣的藝文團隊其實這段時間都暫停 其實有的團體甚至改選的都有 我們幸好我們還有一個工作是老師 我們很愛做表演 做表演藝術 所以已經過去了 想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中心開始我們的表演 那剛好呢 接觸到這部修策 我們想說 那這個修策的藝術 不錯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改編 檢討 反省 或者是說我們說紀念 這段時間 以前的時尊 是 這也當聯想 這以前 是超乎我們的生命經驗 所以我們就是用修意這個來改編 是 不過用台語是有什麼 台語其實也是一個想法 一方面是 等一下請冠宇說一下 他的一個小故事 會讓他做踏曲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政府也開始在做雙語的教育 不僅是營利的教育還有台語的教育 本土的教育 所以想說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我小時候也說台語 我慢慢的大學 都不在說台語 這個機會可以重新接近台灣 然後貼近台灣 我感覺不錯 啊冠宇呢 製作人是做什麼事情 大家好我製作人 就是協助這一齣戲 找經費 然後很多行政的事務 包含場地啊 啊票物啊 我一開始想說要做台語 我是想到我小孩的時候 其實台語也不錯 也是一樣 在台北工作之後 就開始不練動 我記得我有件事很辛苦的 就是我阿公在我小孩的時候問我 啊冠宇啊你去台北之後 還會聽有阿公的話 啊我現在 後來有阿公沒那麼久就過世了 我現在想起來其實就很不甘 想說我也是來做個故事 來去兩位阿公這樣 下期有一個回 會回首和四大些心情 對 像用台語演出 那因為這第一戲 改變這是 老師改變 老師的轉眼本 也是改那個中文 對 他要改編腳本 那這個演員差不多這部戲要用多少演員 這部戲其實我本兩組演員在排練 一組演員包括老師 學生包括起來 差不多這近20個 一組要20個 所以你有兩組要40個 是 你家庭用什麼方式來這麼多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是在臉書 或是這些台語的社團 我們有消息給我補出去 結果整個台灣來報名的老師非常踴躍 對宜蘭的對台中的高雄的都有 他應該知道他排練的地方是台方 他知道 是 但是我看到這位老師對推動本土語的熱情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夢中你是知道他們來的演員 是 他是想要從誰無意就對了 是 大家可能目標不一樣 有的人想說 我想要來試試看冠軍的主意是怎麼樣 有的人想說我的生活可能比較單純 我來試試看一件事 但是大部的老師他們想要來推廣台語 聽他們這樣說 他們的表達 其實會給人很感動 那想要推廣 說得好嗎 有成正比 其實也很落差 很落差 說今天我就是感覺不夠 我才要來推廣 正面的想 是 但是我們裡面 英文裡面有老師現在 他在好好在教台語 他也有的去刻的證照 想說 我和他們在聊 他們也是想說 平常是像上課在用 回去和家裡的人在說 是不是有百種的形式 來講台語 做一個英文來講台語 對他們來說是不一樣的一種體驗 這很得熟 所以現在我們說 其實只要收一團 因為我們說要用五團 誰說那一團應該就還好啦 不至於過勞 不過因為我們很多人來 所以變得雖然是五團 不過我們有兩團 我看說來自八個縣市的師生 真的耶 我們本來沒想這麼多 後來仔細一算 哇來自八個縣市 真的這個大概 中部以北的每個縣市 都有代表老師出席 我有一個技術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法國的作品 雖然他是很世界出名 不過第一他已經是一個比較純外國 甚至也不是美國 日本 是一個法國的作品 也是以前的作品 沒錯 第二你要去改變 第二裡面一定有專有名詞 屬意嘛 那裁判還要有專題 是 還有演出都是素人 是 比較小的 讀演你也素人 哈哈哈哈 就是 讀演也是素人 讀演的專業是中文老師 哈哈哈哈 製作人嘛也是素人 是 所以這部戲是一個高度的熱情 是 理想是要把它練起來 是 你說最難的是什麼事情 嗯 最難的 我個人來說 要把小說是一個文字的東西 要把它轉變成畫面的東西 那是需要 我本身雖然說我台學是讀國文 但是我NQ設備去台北藝術大學 我學戲劇 所以這方面我有稍微有自信和把握 所以我來做這個改編 但是那是裡面因為的場面啊 人物啊 都很大 要怎麼濃縮和調整 而且呢我希望說 不只是看一個以前的故事 外國的故事 或者結合一些 我們經過這三年疫情的期間 在台灣也有可能有發現 貼身切身的一些經驗來做結合 所以可能觀眾 一邊看 一邊的回想到 這三年來 我們所經過的一些事情 我們有想要表達 為白人的 為世界民主跟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 寫成自己的故事 是 像我們這樣 算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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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也要去選角嘛 所以很多人來給我們逛 怎麼選角 主角是什麼人要有什麼樣的構成 其實第一個我們也有做一些事前的演員訓練 肢體開發 對這個過程當時 我開始在觀察 每一個人 他可能的表演的能力 適合的角色 他由這裡來判斷 判斷說 會想 可以來適合什麼角色 當然 教團 其實我們雖然說不太大 不過我也怕要20年了 所以 也累積一些夥伴 每一個人 大家做會也有默契 他要去10年了 所以我們不能說 導演是素人 對對對 是20年了 哈哈哈哈 像在排練裡面 你覺得最愛時間克服的是什麼會 第一個當然也是 一般的素人要怎麼樣上舞台 還有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他可能本來個性比較避暑 不過他現在要演 如果要演一個比較外相 比較活潑的 要怎麼幫他開發 幫他找到那個點 讓他可以哇 整個人迸發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當然也是 台語的本身 因為 在台詞裡面有一些 台語 畢竟不是我們常常在說的 剛才主持人說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我沒有找台語的顧問老師 要記得 台語的顧問老師 always連線中 一直有需求 是是沒錯沒錯 好所以因為你有十多月 十個演員嘛 那那個場景 應該也有相當的場景 你是睡在哪裡 動作排練 我們其實因為我們 大家都是老師的行為 所以我們跟學校來說合作 所以我們也有在 台北市 新北市 比如說我們在關於學校 在羅州的陸江國中 我們也有在台北市的中山國中 我們都有在那裡做白年 做白年 一步一步一步差不多要多久 我們一步我都考四點鐘 四點鐘 四點鐘 非常紮實的一個排戲的時間 這樣過程來說 一組最沒有都有二三十次的排練次數 這樣也算很多次 很多次 對 一定會 雖然說大家不完全這麼專業 但我們希望說 我們要用專業的精神 來台度來做這個戲 要像老師來演 因為老師就比較了解自己 說有一個理念 他想說要怎麼來 學生呢 學生是為什麼要來 學生我感覺也是 第一 可能也是想要上台 因為表演的慾望 第二的是老師帶領他們來 因為我們在排戲的過程中 看到他們這樣 其實我問他們 他們也是說 台語也是阿公阿嬤的意見 聽你說 比如說剛才說到 在台北市天龍國的 這個孩子 其實他們不是說完全聽不懂 也是有的聽不懂 不過生活當中真的非常有用 都是要回去跟阿公阿公阿嬤 講話的時候 聽有聽有 回到台北 大家又繼續 發言 又繼續來講 所以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是一種熏陶 慢慢的 去接受這個台語的文化 所以在拜年的時候 你有兩團嘛 所以當然也要看過 完全都沒有照相 每一個人 蓬佔不一樣 是是是 表演方式不一樣 是 如果剛才那種 就是很難教的那種 有嗎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條件 尤其我相信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種子 一個會 所以你要用不一樣的角度去蓋他工作 去幫他開發 去敲心他那個部分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角色的過程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收穫 有一個尋找自己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藏在深來很久 很深的地方 但是我們其實有在那裡 只是我們沒有去發現他 我覺得這個過程 就是一個不斷的發現自己 了解自己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這個戲 由於開始用白了 是 跟我們說馬仔就要上台了 是 那多久的時間 哦 差不多半年了 哦 所以我們開始消息發佈 找確定演員 做一些工作方的認識 還有白戲 啊 終於 在這個 明仔會要做世界首演 世界首演 哇世界首演 是不是開放大家上輝啦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 是 在那裡的國中 是 國中的國恩老師 另外一位是陸江國中 國恩老師 是 這個是 孟聰 跟冠宇 他們用鼠義 這部法國的卡妙小帥 改變了 變成大義 疫情的藝人 在說我們台灣以前的一個狀況 要用的 會來參加演出的就是 國中的老師 還有海星嘛 是 好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今天繼續訪問的是大義 這是一個舞台劇 是 是 好 舞台劇的答案呢 謝孟聰老師 是 和制作人 冠宇 冠宇 比每年要科會考 他們 下星期開始要 勞到高點 晚自習 你也要到高點嗎 我們 就是 那義務子 這樣 你們沒有被勞基法保障 沒有 我們不是勞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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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時間蠻長的 那你們的排練啊 那時間要從哪裡來啊 所以我們球團 如果是 召集老師來做演員 我都會用 蘇格 的時間 來做白練 啊大家有 比較用的時間 而且有 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嗯嗯 有說 那時候有一個團 差不多20個演員 是 你說他們來自 全台灣 是 很多不同的關係 不一樣 也抱有自己的理想 是 他剛才前半段有說 有的人是 也有想要表演 表演欲 表演欲 被看見 是 有很多人說 用武器 用台語演出 我的武器 我要趁機好好講 沒錯 那這些人 他們不先來 就有自己的故事 是 你有看見 差不多幾歲 什麼樣的 母小生的身份 其實我們的年齡 跨度很大 我們當然也有學生 所以 年紀最小的是 九年級 就是 我們所謂的國三 跨度到 六十幾歲 我們有一個演員 他是一個幼稚人的園長 他排泄的時間 他也都對 桃園 塞車來到台北 來做排練 所以這跨度 我們差不多五十歲的 一個跨度 說不是五十歲 是 那個小小的 跟那個大小的 差不多五十歲 這樣去安排 到什麼安排 當然一個教育裡面 有年輕的 也有年會比較大 不一樣的個性 也都有 所以 為了要讓大家 快可以上手 所以我們前期的觀察 很重要 很重要 從那個觀察 來分配 跟他們的 比較貼近 跟機 所以這是一個 小小的秘訣 跟訣竅 先把他觀察 對 暗中 角色 要怎麼看 怎麼分配 那會不會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不會演這個 我演什麼 會比較好 我覺得來的老師 大家對 關於這個 這個事情 沒有太大的排斥性 所以 所以沒有說 那個角色 會讓他到 做排斥的 所以大家的心情 他幾天會參加這個教團 大家的心情都比較 心態都比較開放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配合 這樣 那如果這樣 像說 男主角好了 是 男主角是什麼樣子 這個 這部教的男主角是一個醫生 他有點類似叫做 吹哨者 的角色 吹哨者 他發現到那個 對 他發現到這個事情 不一樣 他開始 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在秘書裡面也是一樣 包括政府 包括民眾 大家都不相信 這個事情怎麼會這樣來 所以他也在打拼 後來找到一頂 志同道合 可以做朋友 他會做防疫的工作 是 其實我們今天的 男主角也有來 是啊 等一下有機會給他 男主角可以說一下 好啊 因為他也是一個人 斜槓的另外一個角色 是 這個角色就是說 他是大家台語顧問 沒有 沒有 大家好 我是這次人出家 我生的定義 定義結婚 我也是一樣 跟我們製作人 是六甲國長的老師 做老師 你是擋什麼 擋到嗎 擋到手 擋到手 你真的一個開箱 你的台語就很好 沒有啦 我們家裡有人這樣說 我們他父母 比方是在下眼裡 我就 我 我 私人到心 就 someday 比國語 馬上切換 聽說你也有扣台藝的臨情 還有教師資格嗎 沒有啦 台藝的臨情有扣過啦 教師資格也賣 也賣 那就是真的覺得運氣啦 真的是運氣 也是家裡 因為自歲行開始 就這樣說來說來 習慣 去哭市那年的準備 感覺就說 家裡有在說就真的比較痛 譬如說那聲調露 台藝的頻音 你就比較有能夠了解 就感覺到說 啊真的就是這個 現在台灣越來越重視 說這本土醫院的進出 你會感覺到 欸我因為 那小孩的時候 爸爸媽媽這樣教 我這樣說 就會笑的 那種感覺也是一個成就感啦 對啊 對啊 那你是第一次演戲 還是以前就演過 我是我們導演 也還有製作人的學弟啦 就是已經在社團的時代 就這樣給我帶來 所以我也是在教團也參加了十幾年了喔 你要去研究這個角色 你要怎麼追進去嗎 欸 因為我們導演就是有跟我們介紹說 這是一本秀書出來的 對 所以他會建議我們先去看一本秀書 看過之後你知道那個故事 那個角色是什麼個性 你才來看極本 你就知道說你要怎麼轉變 你這個角色 去導入他的情緒 他怎麼想的 你才有辦法去對應 雖然說 因為秀書是一本 喔很大分的 啊 基本你就是要練兩點鐘以來就要幫好完 對 幫好完 所以他的個性可能是有點轉變 不過他的大部分的那個形態是差不多的 你如果是有看什麼秀書 你就辦法投入這個角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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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才開麥克風就說 那個票何去何從啊 那票房要自己拍呢 對 這個票的部分 我來問一下製作人 製作人 這個票喔 實在是 現在有一種一期啦 我來電影 看表演 我付費 應該 這個票怎麼 你是老師 賣起來會不會有一點 也是不會啦 因為我們有一個理念 理念 做這齣戲在推動的時候有推廣的理念 所以我們在跟大家親友在說的時候 也是順便把我們的理念說出來 宣傳出去 再加上這個演出的議題 跟跟我們很幾年經歷過的疫情有關係 其實都有同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又是真心演出 對 這個議題這麼好到 當然請大家買票了 不過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像說一般的專業 有時候要選什麼票 選什麼票 那個過程都充滿了市場性 會去想說 現在市場找誰來拍得比較好 什麼樣的故事比較討好 什麼樣的情節 會有很多的大數據來參加 包括議員也是 他們是第一次做演出 所以如果看到舞台 燈光打下去 其實會有興奮 但是也是會緊張 但是我覺得那種專注 想要把事情做好的這種情形也是看我們的感動 這樣 我記得以前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他去表演的時候 大家看 燈光一打開裡面 差不多十出頭的小朋友 我兩個就沒有動了 他有點空氣這樣 然後他爸媽都沒跟他千呼萬喚 那孩子都沒聽到 太緊張 我還是想也覺得很醜 是啊 小朋友這樣覺得很可愛 不過我覺得說那種一開始的緊張 大家都有 都會 都會緊張 那像你們這樣子拍就整個是兩點鐘 對嗎 是 那演出是哪一位 演出在華山文創園區 在烏美劇院 烏美劇院 是 不過華山文創園區也算是很方便的地方 很方便 三島四站 捷運站出來 是 這夠啊 是 所以這個五六日嗎 這個五六日 九月八號到九月十號 是 我請問一下 請問這種 這種演出了 因為你們之前就演出其他 是 你說回饋是怎樣 嗯 回饋因為我們之前有 這會 比如說音樂劇 歌舞劇 一些比較肢體性 比較實驗性 其實我們 每行都有 所以大家 對於我們 其實 我們不是說 主要醫生來做衛生 不是說主要醫生來做我們的 主要的行業 職業 所以其實我們做這個事情 給我們理念的 程度會比較高 那希望說 每個月都有 不一樣的 想法來 來給觀眾 所以大家對於我們的評價 對 他們現在大家都 也有滿好的回饋 自己這樣說 就很抱歉了 那因為我們之前有很多人來參加表演 是 那這演出當然 現在是很緊張的 那演出之後 他們的歡迎是怎樣 演出有的人 我那個月月浴室 這個覺得 下一次什麼時候 他都可以趕快再來 我會把我的狀況 拚到最好 對 這個就是為了 我們說 台上 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就是這樣 真的有演出 你才知道 其實台上一切都是累積 對 都是累積 都是背後的努力付出 不管時間的 自己自己的汗水 自己的心血 這樣累積出來 我請問一下 請問最近梁朝偉 在國外有得獎嗎 這位是音展 那眼神也可以演戲啊 是 還是說 誰都可以演啊 這是真的嗎 這當然真的 不過不一樣的媒介 譬如說 梁朝偉主要是電影 他在大銀幕 所以他的眼神變得很重要 一個小小的嘴角的牽動 才牽動觀眾不同的情感 對 因為他用攪拌下去 把他集大化 他的表情 如果這樣看 那個舞台劇 那看什麼 我看舞台劇 是看整個故事 如果對英文來說 是看他對整個的肢體的表達 不即是他的表情 不即是他當中的口條口語 還有他對經過的事件 他是不是融入在其中 他畢竟國中是一個 non-stop 他不能放腳 更重來的 所以他必須要全新的投入 和專注 我覺得這個挑戰性 每一個不一樣的藝術的形式 都不一樣的挑戰 劇場也有趣的地方 那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這裡 訪問到的 我覺得這個大藝 他是舞台劇 是 所以他對演員 他有兩種 所以因為大家狀況都會蠻好的 對 那五六日要當華山演出 一張票是七百塊 一張七百塊 希望大家來看我們演出 我們會買兩張 我們兩個人去看 比較有看 是 而且他還有兩成多的票 對 好 就讓你們演出成功 謝謝 謝謝大家 播客無藝術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還有apple podcast 都聽到